Hello大家好 我是杰成 作为首批抢到小米9的用户 我现在真的是后悔到肠子都清了 第一我要抢小米9真的非常非常困难 我也是费尽千辛万苦才从线下的小米之家 抢到了这么一台 黑色的小米9至于全息的两个颜色那真的非常难抢 为什么后悔呢 是因为我看到了我朋友抢到的这台手机iQOO 第二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外观 小米9他这个外观吧 虽然说是说了花里胡哨的 说了一堆什么天使之眼 全息纳米督魔纳米什么什么一堆我听不懂的词语 反正就感觉是在资本家忽悠人的 但是实际上我一看到iQOO这个外观我就瞬间被吸引到了 这个LED的灯带在配上这个不同灯光下可以看到了这么一个 纹理 真的非常漂亮 我做一个男生是更偏向于iQOO这么一个手机的外形 其次是小米9正面也是吹嘘了很久 说什么刘海呀 边框 但是我对比iQOO一看 发现其实两部手机也差不多 这是第一点 唯一的可能就是iQOO非常非常重 拿在手上真的很重 而小米9稍微轻一点 但是对于我一个第一手掌比较大 第二我一个男生来说 重和轻对于我来说倒真的是无所谓了 那么第二点呢就在于他的骁龙855的处理器 小米9他的骁龙855虽然在说的发布会上说的很厉害很厉害 真的让我非常心动 然后等我把他的iQOO拿的玩了几盘游戏之后 我发现他iQOO的 游戏的体验其实给我更好 首先呢是他这个侧边框的虚拟实体按键 虽然 他功能目前来说我觉得有点不完善的就是在于他还是得必须按下去 而不是轻轻的触摸这时了 但是用习惯之后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功能真的在玩刺激战场的时候是挺有用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么右键开镜 左键开火真的是非常流畅 对比起小米9 小米9在玩游戏的时候就让我感觉 还是不能让我有那种大神一般行云流水的操作 这是我第二眼缠的 这是我朋友是吧 刺激战场他是一个青铜 而我早早是一个 钻石玩家 结果他拿的iQOO还能 玩虐我的用小米9的玩的那种一个情况 这是让我不爽的 非常 郁闷的一个事情 然后第3点呢 就是他老给我吹嘘他的充电 iQOO他的电量呢 是一个4000毫安的大电池 而小米9是3300毫安的电池 第1是电池小了一点 第2呢就是他的充电速度是44瓦的超级快充 而小米9是27瓦的快充 他的充电速度真的是比我快了 真的是真正的一倍呀 当然我也有我想吹嘘的我拿着小米9我总是跟他说 我有无线充电你有吗 我有无线充电你有吗 我可是有20瓦的无线充电 然后我朋友很不屑的回来一句 你无线充电可以边打游戏边玩吗 我一想也不能啊 然后还有一点就在于小米9对比起iQOO是没有这个 3.5毫米耳机接口了 也就是说我平时要听歌 玩游戏 我玩游戏的话 我得背一个转接口 如果是听歌什么的 我还要去刻意的买个蓝眼耳机 总体而言呢 反正 作为第1批买小米9的用户 我真的觉得 看了iQOO的 实际把玩了iQOO之后 我真的觉得非常后悔 是吧 那我 有可能会考虑去把小米9在 二手平台上卖点 然后重新去入一台iQOO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